自从教授收养地狱男爵后 每天都会给他讲睡前故事 这天晚上教授给他讲了一个有关黄金军团的传说 相传在远古时期 人类与精灵族共同生活在一起 但是随着人类的日益强大 他们想统治地球的野心便暴露出来 于是人类发动了一场战争 不计其数的精灵族在战争中丧生 为了扭转战局 精灵王找来能工巧匠 用黄金铸造了一支机械军团 只有头戴黄金王冠的人才能统领 他们是恐怖的战争机器 无情且战无不胜 果然人类在战场上输得非常彻底 善良的精灵王心生怜悯 主动与人类签订了停战协议 他把王冠分成了三块 一块交给人类保管 自己留着其他两块 作为交换 人类得到了诚事 而精灵族从此生活在森林 双方后代必须遵守约定 直至世界末日 但精灵王子并不信任人类的承诺 一气之下离开了王国 从此黄金军团被藏在地底深处 等待皇冠再次复原的那天 转眼几千年时间过去了 人类的贪婪与欲望 如同无底洞一般无法填满 不仅是森林 地球的整个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精灵族被赶到阴暗的地下 曾经的协议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更过分的是 象征着和平的皇冠碎片 竟然当众拍卖 而老国王却依然遵循着约定 精灵王子这么多年来 一直勤练武艺 希望有朝一日唤醒沉睡的黄金军团 消灭人类拿回本属于他的一切 拍卖会上王子突然出现 他不惜从魔族请来帮手 一只长着独眼的爆脸虫 力大无穷的怪兽温克 他的钢铁飞拳 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王子不仅拿走了皇冠碎片 还给人类带来一份大力 这是一种生活在魔族洞穴里的小怪物 他们喜欢高盖的骨头 尤其偏爱牙齿 因此得名牙仙 亦能研究中心 男爵等人很快就接到报案 奇怪的是当他们到达现场 地上没有一具尸体 那么70名遇难者究竟去了哪里 这是男爵踩到一片黏乎乎的东西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人全部被牙仙砍成了肉银 突然力兹身后的墙体出现了裂痕 无数的牙仙如蝗虫过境一般 向众人发起攻击 一名探员瞬间就被砍成了白骨 尽管男爵推倒素项 压死一大片 但仍然无济于事 力兹火冒三丈 他让其他人躲避 随后使出了大招 房间里的小牙仙们 被无情的烈焰吞噬 男爵同时也被巨大的威力炸出窗外 两只牙仙妄想逃跑 被一枪解决 经过这么一闹 军方一直保密的异能小队 完全曝光在大众视野 总部为了协助调查 专门为异能小队派来了新的队长 他就是新来的蒸汽博士 整个人就是一团气体 刚来到实验室 就给大家展示了超能力 只见他将气体注入牙仙体内 没有想到这个小恶魔 竟然死而复生爬了起来 说出了他知道的一切 原来他们是在巨魔市场被人买出来的 根据这个线索 一群人前往一探究竟 巨魔非常狡猾 他们一般伪装成人类的模样 为此蒸汽博士给大家带来设备 用这种特制眼镜 就可以轻松看穿 这个老太太就是一只丑陋的巨魔 平时喜欢吃猫的他 竟然怕小小的金丝雀 在男爵的威逼下 他只能乖乖地将众人带到巨魔市场入口 然而在大门上有一个复杂的锁 连鱼人都没有办法打开 但这对蒸汽博士来说根本不算是 只见他打开气闸钻进锁内 随着齿轮转动 很快巨魔市场就呈现在众人眼前 满大街都是长了奇形怪状的生物 干技术活 蒸汽博士是一把好手 但是打听到底是谁在这里买了牙仙 那还得靠男爵的强硬手段 果然这些巨魔就吃这一套 一会功夫就说出了他知道的全部信息 一个手带皇室徽章的女人 引起了鱼人的注意 于是他跟了上去 女人进入一家店铺 表明身份后 老板拿出一个卷轴 上面记载着黄金军团的所在位置 女人是精灵族的公主 她以为鱼人是她哥哥派来 讲夺剩余的皇冠碎片 公主与鱼人一样 拥有心灵感应的能力 通过手掌触碰 读取了对方的信息 原来精灵族发生了变故 王子用牙仙袭击人类的事 让老国王非常震怒 他当然不愿就这么被抓 用敏捷的伸手突破护卫 一刀刺死了老国王 得到第二块皇冠碎片 如果集其三块 他就可以控制黄金军团消灭人类 为了不让哥哥的阴谋得逞 公主带着碎片逃到了这里 并先于哥哥拿到指向黄金军团位置的地图 说完王子的手下怪物温克闯了进来 愚人让公主快逃 尴尬的是愚人几乎没有战斗力 让怪物一顿暴打 这时几声枪响 地狱男爵及时赶到 他自信满满地点了只雪茄 根本没有把怪物放在眼里 可惜打脸来得太快 怪物的飞拳正重物标 不仅雪茄被打爆 一颗雪白的大牙也被打掉 男爵彻底怒了 一记蓄力重拳打扁了怪物的铁拳 心爱的武器被毁 怪物骂骂咧咧地又打出一拳 却不慎卡进了粉碎机 最后把自己搅成了肉泥 很快怪兽温克的死讯 传到了王子这里 他带着一颗黄金蛋来找男爵复仇 蛋里装着一粒绿色的种子 公主知道它的威力 吓得连连后退 只见豆子蹦蹦跳跳地进入下石道 在有充足水源后 豆子开始野蛮生长 一株硕大无比的魔斗树 摇地而起 街道上顿时乱成一团 男爵为了对付这个大家伙 专门换了大号的手枪 争气博士告诉男爵 树妖的弱点在头部 男爵一把将救出来的孩子 抛向空中 趁机迅速装上子弹 精准地一击打中了树妖的头部 一场危机终于解除 研究所内公主感应到哥哥的到来 急忙把地图扔进火堆 取下皇冠碎片藏进书里 精灵王子是个罕人 他用手拿出烧得通红的卷轴 在高温的硬烫下 一张标记着黄金军团 所在位置的地图出现 现在只差最后一块皇冠碎片 就能将沉睡千年的黄金军团唤醒 公主趁机按下了警报 男爵等人闻讯赶来 问题是他们兄妹俩的生命是相连的 打伤王子的同时 公主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 因为男爵在这场战斗中有所顾忌 只能被动挨打 王子这边反而气势逼人 一招枪出如龙 刺中男爵 折断的枪头重新仗出 原来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枪头 只要触碰就会向身体内移动 愚人表示对此无能为力 看来想要拯救男爵 还得拿着皇冠碎片去找王子 他们根据地图的指引 飞往黄金军团所在地 可这里只有一堆乱石头 根本没有什么路口 这是一个没有腿的拾荒者出现 他总是喜欢收集一些极奇怪怪的东西 刺在男爵身上的闪亮枪头 引起了他的兴趣 声称可以找人取出 条件是枪头必须给他 随后他吹响了哨子 脚下的大石头竟然动了起来 原来石头人的身体 就是地宫的路口 这里住着一只多木怪 他是男爵的死神 每当男爵生命垂危时 他就会出现 多木怪告诉丽兹 男爵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救不救男爵 让他自己选择 丽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拯救他心爱的男爵 谈话间多木怪已经取出枪头 随后消失不见 满血复活的男爵带着众人继续前行 黄金军团就在前方 愚人为了救下公主 不顾队友反对 扔出了第三块碎片 王子将碎片重新组合 如愿以偿地戴上黄金王冠 随着齿轮的转动 沉睡千年的黄金军团 被全部唤醒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男爵一马当先拔枪冲了出去 轻松打爆了几个黄金战士 蒸汽博士使出元神出窍 钻进了一个黄金战士体内 与男爵强强联手 打得黄金军团七零八落 就当他们感叹 黄金军团也不过如此时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被打得稀碎的黄金战士 竟然开始重新组合 一会功夫就变得完好如初 原来这才是黄金军团 战无不胜的真正原因 局势一下发生逆转 男爵提出要和王子单挑 以地狱魔王之子的身份 和他争夺黄金军团的指挥权 作为他的手下败将 王子根本没有将男爵当回事 想借着这个机会将他杀死 活下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王者 王子再次施展他的游龙枪法 然而男爵已经熟悉了他的套路 最后一粒皮华山之士将其击败 男爵不能杀掉他 只是摘下了他的皇冠 转身潇洒离开 王子并不甘心就此失败 发出匕首妄想从背后偷袭 可他却突然捂住了胸口 由于他们兄妹的生命是相怜的 公主不忍心看哥哥一错再错 将匕首刺进了自己的心脏 遗憾的是 愚人还没有好好向公主表白 两人再次双手合并 通过心灵相通了解到彼此的爱意 王子最终倒下碎了一地 李兹用烈焰将皇冠化为金水 这回黄金军团再也没有人能将他们唤醒 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这里是乐迪说电影 下期再见